新一箱东浦活动中心已经荒废10年时间 主管单位行政院袁明慧也因此受到监察院的检讨 为了活化,袁明慧有意将东浦活动中心 以POK南投县政府活化使用 县府原民局表示,要先规划出有效的活化方案 才能够接受东浦活动中心这一项难题 县长黎明珍以及原民局长许强 听取工程顾问公司对于增建东浦活动中心的规划简报 虽然只是计划案,但是对照牢旧建筑整建之后 成为热门高举旅馆的案例 许是东浦活动中心活化方案确实是可以期待 县府原民局长史强表示 虽然顾问公司对于东浦活动中心的活化表达乐观与信息 但是将近7000万的新建经费 还是要损盛评估投资回收率 现在目前因为它整个墙壁 还有屋顶都有些漏水 所以就十年前就开始停止营业 目前仅雇用三个人 在里面当一个管理人员 所以现在后来 原民会也遭受到监察院的一些的纠正 说这个一定要活化 后来也经费原民会历经了好几年 他们自行也想要办OTVOT 各种方法也是都没有成功 最后他们就说请我们 县府是否可以把它移拨给我们县府来活化 由我们县府来进行这样一个 拨用的一个动作 后来我们今天也为情了 顾问公司帮我们评估 它的整体的改建之后的效益 这个我们评估了之后 目前在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但期望说 这个如果能够得到正面上的一个效益的评估之后 那未来也许有可能我们县府也会接手 但是这个牵涉条件是 我们内部的一些的主机财政 最后的一个决定 是否它有它的投资报酬力的这样一个效益 那因为我们站在地方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期望说它能够成功 因为它能够带动 我们整个东府的一个饭店的这样一个提升的品质 县府原民局表示 如何活化现有资源创造收入 实现了林明珍注册之后一直努力的政策 虽然原民会有益江东普活动中心移拨给县府 但是县府财政单位还是需要多方面考量与评估 记者蔡世奇新一箱采访报道